各位弟兄好 在这集录音中 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 另一手册第77课 奇迹是我的天赋权力 这一课它的第一段讲说 基于你的生命本质 奇迹是你的天赋权力 基于上主的存在本质 你必会领受奇迹 那这个上主的存在本质 其实不如说是你的存在本质 也就是说 因为上主把你造的效事于他 而且于他是一体的 所以上主的圆满的爱 无边的智慧跟力量 也都属于你 那很多初学者会有的疑问 是这个奇迹课程的 这个奇迹这两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我应该前面有解释过 在那个喜马拉雅上面的录音 有我解释那个证文 证文的这个导言跟序言的 这个录音 里面就有解释到 那简单来说 奇迹课人讲的奇迹 与之相对的是基督教 或者宗教里面所讲的奇迹 或者是神迹 因为宗教里面所讲的奇迹 或者是神迹 几乎都是强调外在的事件 譬如说在圣经里面 基督徒就很喜欢讲说 这个耶稣能够在水上行走啊 能够把死人这个治愈啊 让他叫他活起来 然后可以把这个 这个五张饼跟两条鱼 变成五千张饼跟两千条鱼之类的 总之这个都是外在的 但奇迹课人讲的奇迹是内在 那什么叫内在的奇迹呢 我用两句话来作为概括 大家可以听听看 就是在看似没有出路的地方找到出路 在看似不可能平安的地方能够找到平安 就是在看似没有出路的地方找到出路 在看似不可能平安的地方找到平安 那这个是内在的 完全是内在 那当你能够看到这个奇迹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你的这个小小的个体跟自我 而是来自于上主 然后把你由最绝望的这个声音中 即刻可以超拔出来的时候 你就体验到那个真正的奇迹是什么 那这个是任何外在一切的作为跟神迹 都无法取代 因为很多时候外在是改变 是变好了 看起来变好了 但是你的内在还是充满恐惧 还是不平安 好 然后他说基于你与上主的一体性 你会带给人奇迹 那也是基于你与弟兄的一体性 所以你领受了奇迹 透过宽恕领受的奇迹之后 你也会带给所有的弟兄 同时会带给所有的弟兄奇迹 那他说救恩就是这么单纯 他只是重现你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重新的一起上主 把你造成的那个模样 而不是现在你造的这个自我 所以他这个第二段讲说你对奇迹的权利不是出自于你的自我幻觉 他说我们的这个自我概念 我们的这个个体性的自我只是一个幻觉 这小我的幻觉 然后他也不是靠你赋予自己的那些神通能力 我们前面前一两课有解释的就是那个神通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翻译 不太恰当 他的原文是magic这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利用去改造物质 然后来影响心灵 这个就是magic 不是靠这个 那也不是靠你所设计的那些宗教仪式 这些都不是 奇迹靠的是上主 然后第三段他有讲到说 上主已经许诺你会由自己所造的这个虚妄的小我世界彻底解脱 那但要以真的 真的要讲的话 上主并没有这个许诺 因为在上主的眼中你根本就没有离开他 那他干嘛要许诺你呢 会从幻象世界解脱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幻象 他看到你也不是在幻象里面的 但是因为上主的本质 上主的本质它是这个 实相永不失落 就下面一句所写的 天国在你内而且永不失落 这是实相的本质 上主的本质也是你的本质 那因为这个 所以你必会从小我的世界解脱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小我的世界 OK好 这是奇迹可能的重点 那我们往下看第四段 就是开始做尝试练习 那在开始的时候呢 先信心十足的告诉自己说 奇迹是我的天赋权利 然后闭起眼睛来提醒自己 我所要求的只是我音响的权利 就是说他是我本有的啦 所谓天赋权利就是那是你本有的 好 你有绝对的资格可以享有 好 那记住奇迹不是任何外在的事物 好 它完全是指内在的转变 好 然后做完这个部分之后就静静的等候 圣灵给你保证说 你的要求是获得的 获允你的保证 那所以你看他所谓的宽恕 其实并不是靠你的头脑 不断的给自己灌输 奇迹课程的一些教条 而是只是你愿意接受奇迹 愿意接受救赎 下了那个愿心之后 然后静静的等待 然后心心十足的去等待 那他说你一定会获准 因为你祈求的只不过是 上主的旨意而已 你只是在完成上主的旨意 那因为上主原本就愿你活得平安幸福 我们很快就会遇到那一刻 上主愿你活得平安幸福 所以呢 你一定可以得到平安跟幸福 那 因为他说你的这个祈求 并非真的在要求任何东西 第六段 并不是真的在要求什么东西 他一直就是说 你不是在要求一些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 所以上主的爱 上主的平安 上主的幸福 这是原属于你的 然后你是唾手可得的 那什么是不属于你的 就是幻象世界里面的一切 所以金钱是不属于你的 你身上穿的衣服是不属于你的 包括你的身体也是不属于你的 还有你的一些人脉啊人际关系 你的家庭 你的爱人这些都不是原本属于你的 因为这些都是幻象 那如果你去向这个上天要求要得到一些幻象 可是他没有给你的话 这个其实不是很正常嘛 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 那第七段他讲到的是短式练习 他说今天尽量多做短式练习 然后就是用这一颗的标题提醒自己 奇迹是我的天赋权利 那尤其是碰到诱惑升起的时候 就特别要做练习 那诱惑升起时 他说你可以这样告诉自己说 我不愿意用奇迹来换取愿由 我只要那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 奇迹乃是上主赋予我的权利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77课 他的标题是 奇迹是我的天赋权利